大家好,我是街奧 今天跟大家介紹這個 SHIMALO BEAST MASTER 9000 2022年 款式,2022年 那很多客人會說街奧 你都介紹的時候,剎車沒有介紹電捲 OK,我今天來介紹電捲 那這一顆BM9000呢 是我李街奧自己在做使用的 我這邊,我的這一顆電捲呢 我還有貼保護貼 不外乎就是降低 我們的陽光直接照射在我們的 Monitor上面的一個高溫產生 你說有沒有差,反正我貼到現在 我覺得沒什麼問題 也沒有翻起來的問題 反正就是照著它的標準的 Monitor的尺寸下去做採切 OK,這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 我要介紹BM9000它好用的地方是什麼 BM9000本身的製重非常的輕 它只有1485克 不要想說這顆看起來很大顆 實質上它不重 很輕以外的是金屬凍彎頭 其實呢 BM9000它迷人的地方 還有一點就是這邊,設定這邊 來,我們來看一下設定這邊 它這邊有個傳旋停止 以前自動停止都是6米停 這邊可以位置設定成1米 我介紹市都設定成1米啦 OK 然後呢 我覺得它讓我會喜歡的地方就是呢 它的油門的部分 我們BM9000的部分 它是採用它的這個油門 譬如說我現在種大魚的情況下呢 它是補的速度 譬如說我的這個速率是在100的情況下 可能種魚的話呢,變成50 它會60 70,80,90 100慢慢補回去 你在開到100的情況下 那我們來示範一下好了 OK啦 譬如說我現在種魚 我油門全開,先開一半 你看 來開這邊 開米數表 它會有一個 它會有一個地點 然後呢 種魚就慢慢拉就好了 搭配你的竿子 然後油門全開 鎖一下 種魚 然後它會再放 有沒有,我油門已經全開囉 它會再補 沒關係,它會再補 好,它會再補 喔,它做了這麼大 大概一個 欸吼,可以 哇,這個也會 很差一點 很差一點 真是要爬了 哇,這個喔 放在一家裡 好棒 水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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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這個是要表示 SHIMANO它的油門的部分 你如果中大雨 我會建議 你慢慢拉 慢慢拉的意思就是說 不外乎它竿子搭配我們 吊手竿子提起來 它在折的時候 適當的一個出現放線 跟我們基調的概念其實 離不開太多 那八卦的部分 我建議都不要鎖死 頂多鎖到三分之二就好 有一個緩衝 大魚才可以慢慢起來 就黏住的概念是一樣的 我這個視頻是要表達這個 OK 以上視頻 沒有經過任何Himano的認證 是我李劍浩個人 做掉的心得的感想 就這麼簡單 我也歡迎你下方留言有什麼問題 我們大家討論 OK